这多数人买笔记本电脑 5000这个心理价位就是个卡 来到了这个价位的产品 在各个方面基本上都还不错 作为一家老牌笔记本厂家惠普 大家对它也一定不会陌生 其中惠普新这个系列 更是专门面向年轻群体的 一个高性价比产品线 在保证主流配置的基础上 拥有不错的颜值 尤其深爱学生长的喜爱 今天惠普新 Book Pro 16的到来 算是补齐了整个轻薄本市场 当中的一个缺口 大屏高阶站立本 那么说到站立 这款惠普新Book Pro 16 采用了Intel第13代酷睿i5-13500H处理器 12核心16线程 锐屏最高可达到4.7G 16G LPDDR5X内存 ETP大容量固态硬盘 显卡为Intel Aresi核显 在Cinebench 23中得到多核 1126 当核1772的得分 某娱乐大师 1107855 另外呢 我也顺便试了试 时下非常流行的AIGC 使用的是Intel大语言模型应用 AI处理能力还是很快的 可以搞搞故事创作 来一篇短篇小说 或者来个美食指南 看看武汉都有哪些特色小吃 包括如何制作 都有 没事和助手聊聊天 让他帮忙写个信 也是手到擎来 当然 如果你设个马龙的话 让他帮你写写代码 也是OK的 看过我前几个月前 用MiJerry 通过文字描述 在线制作图片视频的朋友 一定对他印象深刻 不过他图片不可修改 又需要订阅费 所以今天 我们来试试 另外一个神器 Stable Diffusion 在AI画图领域仍然为他们两个龙头老大 和MiJerry在线制作不一样的是 Stable Diffusion 依赖于本地硬件的处理能力 可自定义训练模型 自由度很高 比如这样简单的一张 OneGo图片 得益于核显加速 在这台惠普新 Boot Pro 16上 只需要短短26秒即可 当然 如果你的文字描述细节越多 所需的时间 也会相应的拉长 但得到的结果 会更接近于你想要的 这里额外提一下 据悉Intel的下一代Core Ultra处理器 增加了专门的NPU 它是专为PC设计的低功耗 人工智能加速引擎 ARK核心显卡 同样也支持AI加速 可以处理更适合GPU的AI任务 凭借OpenVINO 可以做到CPU加NPU加ARK核显 一同进行AI运算 实现随时随地的AIDC体验 届时将会迈向全新的AIPC时代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么作为一款取得的Intel EVO认证的 超能轻薄本 惠普新Book Pro 16 在各个方面都经过了严格的考验 比如拥有超长续航 快速唤醒等特点 日常我也拿它用剪映直接输出内容 包括这期的视频也是出自它手 虽然Intel AiryC为板载显卡 但为剪映导出视频时的核显加速 也让我减少了等待时间 68W的电池超长的待机时间 也为我外出移动办公提供了续航保证 在PCMark10中办公测试取得了15小时38分钟的优异成绩 我平时工作使用中从来是不关机的 合上就走 快速唤醒 打开就用 在无线连接速度方面也表现不错 它的无线网卡支持WiFi6一标准 平时和NAS之间传输文件可稳定在100兆以上 这时它还内置了Intel Unison多设备跨屏协同应用 可以无线连接安卓或者是苹果手机与Windows电脑 实现跨设备的文件传输 同步照片 打电话 揭发短信等等 这让我近期从水果电脑平滑过渡到Windows笔记本了 俗话说颜值即正义 Intel赋予予了惠普新Book Pro 16 一本控全场的能力 而惠普为它提供了一个漂亮而适用的皮囊 惠普新Book Pro 16在造型上非常有辨识度 连续了惠普的家族式设计 标志性的薯条logo低调而不是奢华 一体成型全金属机身 为了自然过渡的机身曲线 在边缘处还做了一点点的弧度 在打开笔记本的那一瞬间 16寸大屏配合超窄边框 就给人一种愉悦感 这是一块16英寸16比10规格的IPS屏幕 屏占比90% 分辨率为2560x1600 亮度有400尼特 并支持60和120赫兹的VR 两个档位可变刷新率 色域覆盖也达到了100%的sRGB 作为曾经的13英寸笔记本用户来说 16英寸16比10的屏幕 带给我的绝不仅仅只是视觉上的感官差异 大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 可以容纳更多的窗口 方便同时使用Docker App 就是Word文档和Excel都比别人看的更多 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当然在长时间办公或者是其他需要长时间操作时候 它的低栏光仿平散 也让眼睛久看不累 支持VR可变刷新率可以很好的在性能和续航之间取得平衡 游戏时提供120赫兹高刷保证流畅的游玩体验 日常办公观影时候60盒子也能维持一个电量的平衡 轻松应对不同场景 而400L高亮雾面屏即使在阳光下 也能保证你移动办公的需求无聚阳光 得益于16英寸带来的大面积C面 惠普新Book Pro 16采用了全尺寸键盘的设计 间距达到了18.4毫米 键帽字体也更大 键程回弹手感也还不错 我这段时间的文案就是用它在敲 下方的触控板面积也随之增加了20% 不带鼠标出门的话也能轻松应对 接口方便惠普也给的够满了 即使右侧为两个USB-C 其中一个为雷电4 另一个支持10GB 旁边为HDMI和一个USB-A3.2的晶2 机身左侧为USB-A和一个3.5毫米耳机插孔 方便的USB-C全规格在传输数据的同时 也能外接屏幕拓展笔记本使用场景 当然外出时临时给移动设备供客店 也是不在话下的 惠普新Book Pro 16凭借出世的颜值 和Intel Evo金牌认证的加持 超长续航时间和时下流行的AIDC创作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i5基础版也都可以满足学生和职场信任 如果你正在看超宝笔记本这个类别 惠普新Book Pro 16值得你关注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